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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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WHO姐妹 趙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 那新住民怎麼看台灣的女婿 或者是台灣人怎麼看洋女婿 到底是陌生人還是很親戒 當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是被撥冷血呢 還是用熱臉來貼她呢 我們先做個調查好了 女婿第一次拜見岳父岳母 岳父母態度是熱情的 就是很熱情的 包括比如說Steven或者是David 您看看台灣的這些岳父岳母 或者是說我們新住民 把你的先生帶回到你們自己國家 看看你爸爸媽媽 那等於岳父母再看你去 很熱情的情取圈 不熱情的情取差 來 情取牌 很熱情情取圈 三個不熱情的 五票都是非常熱情 首先問不熱情 你先講 你... 恐怕 恐怕因為講得比較慢一點 來 來 你講... 大概三個月我跟我的女朋友 敲完以後 她說要帶我回家 然後她帶我回家 爸爸媽媽家 然後她... 在哪裡 高雄 台南 台中 沒有...大概在板橋 板橋 他在板橋的時候 媽媽打開門的時候 下一跳 那我表演給你們看 表演 這個需要表演 有 可能跌倒了 對 你怎麼會找她表演呢 你講到一個... 你兩個都一樣的啊 因為她... 她可以演你... 老婆的媽媽啊 對啊 她... 你當孔鏘 她當孔鏘就適合了 她當孔鏘就適合了 那你演誰 演員啊 演媽媽媽 這個還滿難找這個 不然角色不定兩個地方 如果我那兒媽媽的家 很不喜歡我 不是 什麼那麼黑啊 南非有更黑的啊 你在吃什麼 我們吃牛排 還有吃... 還有吃... 是長紀錄 什麼那麼黑 你不要亂講 為什麼那麼黑 對啊 怎麼那麼黑 我不會 我是中間的 還好囉 我怕... 你泡泡 媽媽啊 沒有... 泡泡 泡泡 所以你第一次見到你岳母 就是說 怎麼這麼黑啊 對 嚇一跳 爸爸也是來一家 所以... 人耶 兩個都沒有心臟病 那只是... 那只是女兒帶你回去看嘛 並沒有要結婚啊 當時 他...他也嚇一跳 因為他... 沒有看過黑人 就第一次見面 就已經很誇張了 有看過黑人 那是經驗啊 跟態度好不好或不熱情 後來不熱情嘛 不熱... 也是不熱情 你會講中文嗎 那時候 一點點 所以坐著又皮膚又黑了 又不會講...不太講中文 我那個時候 我已經開始緊張 然後... 我不是很... 那個... 他們的表情讓我... 不舒服 我不太... 覺得... 不舒服 後來他... 他爸爸跟... 他媽媽跟... 他們兩個開始講台語 然後... 我聽不懂啊 那我就坐一下 然後... 笑笑啊 然後點頭啊 後來爸爸講 欸... 女兒 你... 你... 台灣有沒有... 沒有別的男人 台灣沒有男人了嗎 台灣有沒有別的男人 台灣沒有男人了嗎 為什麼要教一個黑人 對... 你說他... 他爸爸問... 大爸爸問... 問女兒 問我的女兒 所以你聽得懂 我聽得懂 因為我... 我是帶黑 我... 那時候我學到黑... 對 爸爸就問... 對 女兒啊 台灣是沒有男人的嗎 沒有男人 你怎麼挑一個黑人 他後來... 為什麼沒有白人 沒有白人 白人... 就是說已經很慘 你教外國人已經夠慘了 你又不教白人 選白一點就算了 是不是大概這個意思 對... 那個時候他講這個 我也是笑一跳 然後我覺得他們... 他們的想法對我不是很好 然後... 我的... 我的女朋友那個時候 她也是沒有講話 然後那個時候 我也開始講 欸... 是黑人 然後我覺得... 黑人... 我們也是這樣啦 我們也是有國家住 我們也是有... 我們也是很健康 然後沒有什麼 我想這個是沒有什麼 因為... 大家不要誤會 黑人... 白人都一樣 我這樣... 血都是紅的 都是... 可是當時你有沒有想說 就算了 離開你女朋友 那...那個時候 我馬上想要... 欸... 我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我一直... 逼她...逼她說 我們要不要出去 我們要不要回家 做不下去了嗎 做不下去 我說我們要... 他也沒有... 他... 那一天他們準備... 我們要吃什麼 我們都沒有吃啊 你女朋友幾歲 幾歲 她是二十... 二十四歲 二十四歲 她之前沒交過男朋友 沒有... 真的啊 她這樣給妳講的對不對 沒有 妳跟我講 耶... 妳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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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要跟我講了啦 妳是她第一... 妳是她第一個 她有... 我也是有先第一個 她這樣給我講 我好高興喔 妳是第一個 沒關係 沒有 她說她想要出國 她喜歡去國外的去留學 她喜歡外國人 她這樣給我講 我們認識的事 那妳覺得妳老婆會嫁給妳 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上 要嫁給妳 最主要妳的優點是什麼 因為我... 我跟人一樣嘛 然後我也是為了她哭她 白人或者是黑人 或者是不管是什麼國家 我也是跟他們一樣 我... 她希望什麼 她有什麼 我都可以給她 而且她這種樣子 應該對老婆很好啦 也不會吵架 也不會幹嘛 因為... 為什麼 吵得起來嗎 是啊 講話多慢啊 她講要吵... 時間過了 真的... 來 Stephen呢 老婆是三高女 這是誰跟你講的 這個是我的丈母娘跟我講 因為這三高難找對象 對 因為妳覺得妳的眼光很高 她是這麼想啦 就是自己的女兒又年齡已經二十七了 學歷又高 身高又高 對 媽媽就擔心她找不到先生 沒錯 對 所以她那個... 那應該對妳很好 因為妳是受害者 為什麼對妳很好 受害者 對 我照這樣講對不對 媽媽看一個一樣 受害者 羊入虎口還不開心嗎 媽媽是這麼想 可是她爸爸不一定是這麼想啦 因為她有兩個父母嘛 一個媽媽 一個爸爸 一個爸爸 對 然後她媽媽是怎麼樣 她媽媽就說 如果妳想跟我女兒交往 我不反對 妳們兩個年輕人的事情 是妳們兩個的事情 我是現代人 不像以前我父母的那個年代 是妳要被分配到一個勞工還是老婆 現在的人有現代的思想 所以妳就是可以 妳想愛誰 妳就可以愛誰 自由戀愛 對 好開門喔 我聽到這個之後 真的耶 所以我就知道 我是可以跟她交往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 我認識那麼多女朋友 我從來沒有聽到 直接竟然跟我講的 可是妳舉得是差耶 不是 知道嗎 她爸爸怎麼講 到底岳父問出什麼難題 來考驗養女婿呢 妳到底有什麼財產 可以圍保我的寶貝女兒 這個是她的重點 怕她嫁過去過得不好 沒錯 吃苦 這樣還好 好像在做生意 business meeting一樣 沒有 沒有很不愉快啊 可是我覺得這是很 覺得怎麼講 妳台灣人是講很 喔 因為怎麼講 怎麼說 好像很現實 這是第一次見面問那麼多問題啊 搞不清楚狀況 她不會說妳愛不愛我女兒 妳快不快樂 我女兒能跟你溝通得順利 都不問這些東西 就問妳 妳到底用什麼 這節目才了解 其實外國人是很討厭人家問妳多少錢 有沒有房子啊 對 妳的生下 可是做父母的 媽媽有天要結婚的 妳會問對方 我會觀察 我不會問 沒理由 這就是媽媽 對 媽媽 媽媽會觀察 對 先去瞭解 對 先去瞭解 妳可以從旁邊問一下 那個誰有多少錢好不好 對 對 請教 幫我叫查一下 開什麼車 帶什麼收票 對 我們也是會觀察 我們不會直接幾乎 因為你時間問的話 這是不正宗對方 剛不記得一下 所以說像她一樣 我們是從旁邊觀察 對 研究一下 其實有沒有錢都沒關係 有的東西是可以看到 不一定要問對不對 對 我覺得你老婆 你那時候的女朋友的爸爸 不一定是你 Steve 假如是孔鏘來 他也搞不好也問啊 假如David來我也問 孔鏘是一定要問的 這個 孔鏘是一定要問的 孔鏘是不會還不問的 真的 孔壽倫的 對 自己都養不活了 真的 你看到Steve還覺得 伙食還可以吃啊 對 孔鏘還不問啊 我的意思是說 這就是他爸爸的科技 不管是你 不一定是針對你 沒錯啊 我去的話他也問啊 對不對 你去他不會問 因為他 他認識 還沒有交代 還沒有交代 還沒開始的時候 他說他爸爸就是這種人 搞不好 沒有啦 孔鏘嘛 擔心女兒吃苦嘛 只是太直接了當了 可是我媽也擔心 我兒子吃苦啊 接下來舉個X的是我們的 你呢 我結婚的時候 我媽媽根本不知道 我有一個人 外國人的對象 所以你是先結婚才帶回家 對 在台灣節的 在台灣節的嗎 是嗎 沒有 在印度的時候 就是我跟我先生 就是那邊 通過印度教裡面 就是那種先生 在受勤那邊參加活動 但是沒有半年 我就跟他結婚 就是那個時候 我媽媽沒有去參加那個活動 就是我們印度教的活動 就是我爸爸或是姐姐 姐夫全部人都去 那個時候我跟媽媽說 這次我去的時候 說一定會帶女性回來 媽媽因為是開玩笑 我也是開玩笑跟她講 因為我還沒確定要嫁給她 後來我去參加活動的時候 我先生跟她跟我說 她媽媽更過世 那台灣那不是習俗嗎 一百天 三個月因為結婚 要不然就等生年 那她說要不要嫁給我 台灣習俗就三個月 滿百日你不結婚 就三年之內 三年以後才結婚 對 沒錯 後來我也沒有想很多 我就答應她就結婚 好衝動啊 好棒喔 就是要等三年 對啊 不然要等三年 我來帶我先生回家的時候 因為我們印度結婚的服裝不一樣 帶我回家的時候 我媽媽就跟她兒子這樣下來 她還沒看到我先生 她看到我結婚的服裝的時候 她嚇到就 她是覺得 我怎麼會打扮那個結婚的新娘 新娘就回家 所以沒看到先生就滾下來 還沒啊 她還不知道後面是誰 看到先生在滾上來 我昏倒了 沒有啊 她就瘋了 我以為是看到先生滾下來 是看到女兒穿的婚紗就滾下來 印度的婚紗就已經滾下去了 她就有點嚇到 她腳就扭到了 關了兩天 就都不聽我們的話 媽媽在樓上關了兩天 不跟你們講話 對 不講話 最後怎麼樣 是爸爸跟她講 就是我姐夫還有姐姐 他們全部人就講 後來我們就傷心 她根本沒有怕下來 所以那時候妳媽媽都還沒看到妳 先生 她只知道是嫁給她 因為我爸爸就在門困的邊 這樣她根本不知道嫁給誰 她還沒有看到老公 都中落地甩下來 對啊 所以媽媽根本沒有看到 所以媽媽門終於打開了 一下子又是一個中國人 又回上去了 就下來了 就下來了 好啦 那媽媽對於這個是一個中國人 有什麼看法 因為我們 男生娶外國人是有 男生娶外國人有 女生嫁外國人沒有 就很少 因為我們很多概念或是 應該很傳統吧 很少 那你們的觀念是什麼呢 有沒有什麼門當戶隊 有 就是門當戶隊 那怎麼去判別門 老師要嫁老師 沒有 我們幾乎都是 父母幫我們找的 就是他們相信 就是他們確定 所以你們沒有什麼自由戀愛 有 我們會偷偷直優 可是沒有跟他結婚 對 真的 因為他們一定會幫我們 拆散 對啦 不能看你不張膽 像其實真的 因為我很多在全大學 很多印度的朋友 女生 他們都交很多外國的男朋友 可是到最後都是爸爸指定的男生 他們就跟他結婚 但是就是真的一直都交 都不會帶回家 都很怕 就不會 就偷偷摸摸來我 所以你們是玩歸玩 結婚有固定的這樣 對 可是爸爸他們覺得 我們女生都很乖 可是他們還不曉得 現在印度 印度已經開始玩男生 就交男朋友就算沒事了 要不然以前我們以前 跟男生談話都不行 印度是非常傳統的 就是你要結婚就像從早期 大戶人家 一定要幫他找門當戶 對 爸爸說了算 沒有什麼自由戀愛 不是只有看男生做什麼 他們還要看那個男生的爸爸 在做什麼 對 所以你看Steve 多簡單 你只有你一個人 他還沒有叫你爸爸來呢 我爸爸會來 我爸爸搞不好就 認識很多妹 怎麼 所以你們 雖然他女先生是中國人 對 那現在這樣講起來 你們到底有沒有門當戶的 有... 如果不是門當戶的 我看爸爸都不會同意 沒有 我跟他... 對 一定要溝通嘛 就是跟他聊很多事情就對了 是 可是我先生 說真的 妳嫁得幸福... 是幸福啦 可是那個時候 爸爸就問他說 開什麼車 三台Mercedes 幾棟房子很六棟 一定第一個條件是 有沒有房子男生 對 妳看妳 印度也是沒有禮拜的 對啊 但是我發現 你們真的是很多人 婚禮的時候會 她是在什麼什麼公司上班 她是有什麼什麼 騎阿拉伯 我們... 走過去摩托車 所以妳爸爸... 就問他說 他就說我沒有房子 可是我錢都準備好了 因為我都還沒去老婆 不能一個人買房子 就是這樣... 當結婚完以後 我們就語氣去調 台灣人都會講話 對啊 雖然沒買房子 可是因為我一個人怎麼買房子 我等我希望來的老婆 一起去買房子 對 我看Steve 我媽媽有房子在舊金山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然後還有為什麼 他說有沒有車子 他還是說去摩托車 他說去台台以後 可是我來說 要多久 結婚幾年 大概坐兩年的摩托車吧 還有... 剛好可以穿 結婚大概七年以後才有房子 有一套 台灣人沒有什麼 台灣人就是 對 你看我多... 不我們會誠懇嘛 對不對 真的很厲害 對 說完之後兩年七年才完成 對 有好 有總比沒有好 對 對不對 吃到總比不到好嘛 這樣說起來我沒有重視 他有沒有房子 或是有沒有什麼 反正就足夠就好 足夠就好 對 幸福了 對,現在談笑風生 當時大家過得是驚濤駭浪 對 這三個挺差的 我最想好奇是 最後妳媽媽接受她嗎 有 後來她喜歡她 她們現在長話都牽手 吃到她們一直牽手開始 妳想想看 她嘴巴這麼甜 對不對 最後那... 丈母娘看女婿 因為她答應媽媽也移動房子 對 而且馬上買車子 還有六年 還有她的尾笑 就非常很甜甜的那種 就是我們家人都很喜歡她的笑容 就是根本不知道是騙人還是騙人 看到她笑容都覺得她很甜甜 女人明明知道是廣言 也感興被騙 對 感興就好 不錯,做得很好 那剛剛三個都舉X的 我們現在問舉圈的啦 就是第一次見面很幸福美滿的那種 David 怎麼會 這個等於小有故事啦 可是我跟我老婆結婚是 我們不是在台灣結婚 我們是在台灣人是 可是我們兩個是國外結婚 在哪裡 先去馬來西亞 不行,跑到杜巴 跑到陀西 等一下,我不太懂 你老婆是台灣人 為什麼一定要到第三個國家結婚 我們...伊朗沒有辦事處 在台灣 然後台灣也在伊朗沒有 所以我們要第三個國家結婚 然後進去台灣的辦事處申請 我講...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跟老婆其實在台灣結婚是可以 可是她沒有正式生效 所以伊朗不會承認這個婚姻 伊朗不會承認 所以你要找第三個國家 我在伊朗結婚 台灣不會承認 那第三個國家結婚 國家的稱號就是去台灣辦事處 拿所有的資料去那國家的辦事處 改站以後去伊朗的辦事處 改站以後就回來到那邊的辦事處 改站以後去台灣的辦事處 你們好顛沛流離 真的,只有這種 這確定是真... 確定是真愛啦,真的 對啊 看到沒有 看我們節目就上了一課 真的耶 你看愛情真的是艱辛啊 然後從那邊剛好是台灣 那個是國年的 我打斷一下 我不是詛咒你 我假設,假設 那你們要辦離婚 也要跑那麼多國家嗎 應該是 所以不會離婚 他們不會離婚 所以嫁給外國人 嫁給外國人一個好處 不會離婚 懶得 而且要飛那麼多國家 算... 還有最後好笑是 我們結婚的時候 那個法官已經OK了 然後就跟我說 我記得這句話在討論 他說我老婆喜歡發生海 相隨 然後我要找兩個人 真人嘛 真人 然後那個人 有一個人是不是送茶 馬上去一個口袋翻 那邊的錢 找他救下來 幫我當真人 隨便抓一個倒茶的 來...你幫我... 幫我當真人 因為要簽名 需要兩個人 發生這個結婚 可是我們結婚前的時候 我老婆打電話 他爸爸媽媽媽 就說 我要回去結婚 因為他還沒有 我結婚前 還沒有看過他家人 可是電話上 他們家人聽到伊朗 伊朗 你要小心喔 他在打仗 準備一個東西就說 我不是恐怖分子 我是台灣女婿 你接我用 你接我用 我不相信 你就是 你長得就像恐怖分子 他還不長得像恐怖分子 看起來就像兵拉登 等一下 不要用 恐怕 來 還把那個布遮起來 我不是 我是恐怖分子 你一直講話忙了一點 後來... 然後結婚以後 然後我們結婚是比較... 因為我們是住台北 他們去南部 那邊搬一個 他們爸爸媽媽 就搬那個五六週嘛 然後 剛才就講這個台灣的消息 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的消息 因為那個時候 我還不知道這個杯子是什麼 喝酒 然後拿起來這麼 在伊朗這個算什麼 叔叔可以啊 叔叔 你們有喝那麼烈的酒嗎 可是你要喝一百杯啊 我們喝的是真的 那個杯子都倒金門高粱 是啊 我們喝的是很烈的酒 有比金門高粱 然後我們在伊朗 我們是朋友 我們伊朗當然是不能喝酒 我算是桌下 就是桌面上沒有 下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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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沒有伊朗人在看嗎 沒有啦 在台灣伊朗人看沒關係 就在伊朗看就好 對 伊朗沒有這個杯子啊 沒有這個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杯子 因為我們喝烈酒 這個也很可怕 一杯一杯很多 而且一杯一口啊 然後在伊朗 我剛才跟你講這個 我在伊朗 然後一次要喝完 對 三百CC也一次喝完 一次 都要喝完 那你們用多大的杯子 然後 我們 我帶過來的 沒有來 然後都帶這個 然後是不是要每一盛 五六重嘛 然後人家進去 而且 對 這樣 一直喝 然後我就覺得太小了 那是哪一個杯子 哪喝飲料的有沒有 好像一百CC左右 對 這樣子倒才對啦 只要倒過來 所以以後不要用這個 對外國人多這個 這個 我們 我們也用來是倒啤酒的 對 大概可以倒一瓶嘛 看誰速度快 是 很和諧的 很和諧 對 所以她剛剛舉圈 不管結婚這麼繁瑣 不過葉夫院 對她的印象是不錯的 不錯 還有一個舉圈的 歐陽三 King 對 我也是 我覺得我先生到我家是 非常受歡迎 我媽媽喜歡她 可是就是我一個遇到的問題 就是媽媽 辦宴會 特地辦宴會 可是勞工卻吃不下 為什麼 怎麼說 就是因為我是三月份 在台灣結婚 六月份才是我父母第一次 我想給我報告 她也是結婚 父母都沒有來 但是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對 有知道 叫她不用來 她們已經知道我有這個先生 所以我媽媽有準備很多 也親來很多親戚 第一次認識她 然後有一個 因為我們沒有 有那個結婚典禮 但是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事情 我們沒有做 就是美國人很喜歡 有一個蛋糕 然後他們會跟你唱一首歌 The bride cuts the cake 有沒有 然後有一個習俗就是 美國人很喜歡有一個蛋糕 你切一片蛋糕 太太要給你吃一口 然後老公要給太太吃一口 相親相愛 對 就是永久會互相照顧的意思 所以這就是我哥 我先生看他這裡 他好像滿開心的樣子 不過他真的是幾乎哭出來 因為那是巧克力蛋糕 他最討厭吃巧克力蛋糕 我以為他很討厭吃巧克力蛋糕 他非常不行 我以為是感動的哭出來 他是流眼淚 因為他不能不吃啊 如果說一般來說 給你切一塊你就不吃啊 沒關係 可是因為大家都在拍手 然後這樣 吃下去 所以到現在他說 那個巧克力蛋糕 這已經是十五年前 他現在還抱怨 那話的巧克力蛋糕 然後因為他吃素 所以那一次我媽準備了意大利菜 一般來說 美國人都很喜歡意大利菜 可是假設你不吃肉的話 唯一一個東西可以來代替 那是什麼 是什麼 起司 乳酪 所以肉的部分 什麼醬汁 香腸那些都不要 可是用更多的乳酪來代替 那推我們老外 我們好喜歡啊 可是這種東西啊 就像臭豆腐 你真的要培養一個口味 那個東西不是你一輩子沒有吃過 然後突然間什麼 莫沙拉拉 然後吃這種東西 那個味道幾乎要吐出來 你老公真慘了 巧克力也不吃 要碰到這些食物 好慘喔 太多起司 所以就是說他剛到美國來 這四天呢 大家都很開心 可是他連... 最不開心他老公 就是他連續四天要吃西方人的菜 沒有吃飯了 後來我說 我們到了波士頓 要娶我妹妹 OK 到了波士頓的那個火車站 就像台北門站 波士頓的火車站 散步不到五分鐘 就是唐人節 我說 救星... 要不要先去吃個蛋炒飯 然後去拜訪我妹妹 好... 蛋炒飯 酸辣 炭蛋花 什麼都可以 對啊 多棒啊 我跟你講這是真的 你看我們今年去歐洲 兩天喔 義大利麵也算很好吃喔 披薩 吃第一天好好吃 第二餐也覺得還不錯 第三餐妳就快瘋了 真的 兩天我就開始找中國餐 那是老了 瘋掉了 老了... 因為真的是老人家比較瘋掉 老了 我能想像他先生 我能想像他先生 對不對 Olivania呢 妳先生到妳家裡怎麼樣 台灣人五官長得好奇怪 會嗎 會 第一次說 我媽媽真的很邏輯 第一次看到中國餐廳 一直看他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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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 你眼睛很漂亮 你眼睛很漂亮 看得到我嗎 眼睛那麼小 你看得到我嗎 媽媽的眼睛那麼小 我懷孕 我老公的眼睛 其實這個玉豆耶 對 他眼睛也不大 所以你媽媽 你媽媽會叫他坐過來這樣 看他的臉這樣摸 對 第一次看到 就去台灣人 一直看... 先摸他的臉 就說 當皮膚很好摸 很漂亮 很漂亮 先看到他的眼睛說 在眼睛看得到 我的眼睛很小 這樣子看 好奇怪 很奇怪 對啊 再來這個人 因為的時候老公看得到 你的鼻子也是很漂亮 那他就說 那為什麼不一樣的 你的鼻子怎麼會弄呢 我媽媽的鼻子 是跟我一樣的 我問你會看看 這是... 沒有 不要這樣子 我問看看好不好 我... 他會跟我不一樣 你看 我會很軟 跟我媽媽一樣 我媽媽說 真的鼻子不一樣的 你先生鼻子是... 台灣人的鼻子是怎樣 我的鼻子是短短的 我就是這樣 它有聲音的 軟軟的 對 我媽媽也是 你先生是硬的嗎 對 很硬 你問我看看 會硬的 你看我會很軟的 他鼻子是軟的 對 他一直在研究他的五官 對 我們兩個在玩啊 那香妮 老公愛我媽 真的嗎 我們都是用... 用抱的 很熱情的抱 我爸就是... 我們家裡 我們家裡的人都是有鬍子 都是我哥 我爸都是... 整個都是毛就對了啦 對啊 真的 你看他們的胸部 我爸給... 這個是我哥嘛 你不用看照片啊 你就是看Steam 對啊 你幹嘛 對... 你看到你就知道 難怪我看你很親切 哪有一樣的 我爸會用他的臉 故意去弄我老公的臉 刺刺的 你知道嗎 但是那個是沒有重點 重點是說你知道嗎 我老公的故意 就是... 好像... 三角毛 都是... 我們的西班牙文 我老公很差勁 我常常都是要幫他發音 有一次我老公都是想要 拜麻痺我媽 結果他講... 他應該要... 他是講... 提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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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國家的話 就是... 讓你... 比如說在戀愛 我愛你 等於是我愛你的意思 結果我老公... 就是這句話他會講啊 其他人都講得不清楚 但是這句話... 他不應該... 很標準 很標準啦 但是不應該用這句話 跟我媽講這句話 我媽頂到的時候 他說... 還三條線 還三條線 還三條線在那裡啊 什麼回事啊 但是... 第一次聽起來 都是也是笑啊 我媽也是笑 因為我老公講話 都是... 沒有說很標準 但是好聽啊 我爸剛好勤過 聽到 誤會大好 你連我女兒子也賣 阿連我母子也賣 對啊 結果... 剛好我爸勤過啦 本來我爸都是笑笑的 對不對 他突然聽我老公跟我媽講這句話 我老... 我老爸的臉都變了 你知道嗎 結果他那... 我聽到我爸在那邊 一個人在那邊小小一點 結果我一個人奇怪了 以下愛我老... 我女兒 甚至於愛我老婆 什麼更好 真的 這個在日本叫... 真的會被氣死 對 就是媽媽... 媽媽跟小孩在一個碗裡頭 都要啦 都要啦 對... 所以你跟Makio的男朋友 沒有吃到那麼大碗 結果我爸這樣 變成誰誰亮的時候 他說 是不是搞錯啦 結果不是依然... 像... 拉米... 拉米的口罩 不是可以娶四個老婆嗎 對... 對啊,我老爸... 四個老婆也沒有娶媽媽女兒 誰知道啊 我老爸都聽到那一句話 都不爽啊 但是我媽就是... 對我老公很好啊 因為他講話比較乖 但是男生跟男生都比較... 比較會... 要看你什麼講話這樣子 但是他應該... 我老公應該要跟我媽講 他講什麼呢 如果不講... 就是媽媽... 我愛你... 喜歡你啦 希望你 對... 叫什麼唸 不能跟媽媽講我愛你嗎 沒有... 那個不是愛 那個有點是我需要你 我很需要你 或者那個比較男女之情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像台灣 如果女兒跟爸爸說 爸爸...比如說我愛你 或者說你的... 你的女婿 或者女兒說我愛你 也是用同樣我愛你啊 還是可以講好不好 那日本呢 日本是不是講... 日本不會耶 比我大對 就不能用Dekiro 是可以啊 但是說 看前面的時候不行啊 好像這個人沒有禮貌 可以啦 爸爸走過的時候不行啦 沒有... 那個不好笑了 所以... 正... 正確... 正確的話 應該要講... 我老公應該要講說 美肚子 美肚子 對 結果兩句你不能搞錯啦 我都... 都是...馬上都是給他... 給他講啦 因為我爸的臉一定變啊 對啊 所以我要... 我要幫我老公 等於說把他這樣做話 對,給他解釋一下 不然的話我... 我老爸都一定快要放臉啊 因為媽媽很高興了 在房間等 對 對,媽媽很高興 很高興 對 還是爸爸說 麻煩你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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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語言上不同會造成誤會啦 太誤會了 美妮... 我們是很受歡迎 因為我老公很會 巴結我的家人 我們就是... 那個過... 結婚那個過程就是犯罪了嘛 就是大哥不高興 所以就這次回去也是特別照顧大哥 所以有時候回去早上的時候 我們都是擁抱我們大家照顧 這是第一次見面而已啊 可能你們都不太知道 他結婚的時候呢 媽媽當然... 就爸爸不在嘛對不對 對...爸爸不在 所以長胸如婦 所以他結婚根本有跟大哥報告 所以結婚之後家裡的人都OK 那個... 當然 哥哥像父親一樣 因為他沒有爸爸嘛 所以這次回去又要討好他 對 就是大哥雖然是很懷疑他這樣子 但是冷冷的 沒有那麼熱情 他也知道 所以就是看到他就... 早上就擁抱啊 就是跟他打招呼啊 然後就是中午的時候也是 只要看到我大哥就抱 中午也是下午茶 我們聊天也是過來抱著他 晚上也是啊 就平常就覺得怪怪的 過幾天我已經跟他講過了 其實不需要這樣子吧 還是要跟大哥好 抱我不是大哥 對 要跟大哥好就對了 所以每次看到就覺得 就過去抱 那大哥就不願意回我家嘛 只要... 那是妳老公 所以老公就是 那我老公就... 那我老公就有大哥 就受不了跟他說 不要每次看到我抱我 因為我... 抱到煩了 怕了 還抱他 因為要討好他嘛 所以說... 你看 這個還不錯啦 結果大哥也能夠 諒解這件事情 對 不錯不錯 蠻圓滿的 那舒嬅... 舒嬅說得好 我們這個女兒啊 是爸爸前世的情人 所以爸爸當然在嫁女兒 會心有一些... 有點難過捨不得啦 那當然要保護自己的女兒啦 所以岳父 有沒有曾經出過什麼樣的難題 考驗女婿呢 歐陽三 OK 我爸很注重就是 我爸很愛說笑話 我爸知道的笑話非常多 可是我爸那天說的笑話 很好笑啊 他沒有一個笑 他沒有一個笑 基本上是因為他聽不懂 聽不懂啊 我跟妳講 妳學別的語言 妳真的會發現 最難就是笑話 常常這個笑話是跟文化 或者跟那個語言 有很密切的關係 對 所以會很難 他覺得 妳老公怎麼了 我說什麼 都不覺得好玩 我說 這不是很清楚 剛來啊 他說 OK 好... 我講了一個很簡單的笑話 他一定會聽得懂 他就... 那還要講就對了 非要講... 你有沒有好愛講啊 我爸是艾爾蘭人 你知道嗎 艾爾蘭人都說是有 很愛講話 然後我要你笑出來 這是我目標啊 所以他講一個 我講這個笑話 好了 他自己在笑 還沒開張自己 你怎麼了 跟我們分享好嗎 因為非常愚蠢 可是看你會不會笑 好 OK 有一個人啊 有一個男的 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每次他爬樓梯 他會放屁 爬一個結體 所以... 對... 所以他想去看醫生 看怎麼樣 他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說到他這個毛病 但是他跟醫生說 這個問題不是那麼嚴重 因為... 就是會... 很煩啊 那那個醫生說 好... 那邊爬樓梯 你爬上去 果然他一個一個爬 嘟嘟嘟嘟 然後那個醫生 拿一個名片 在後面他寫了一個人的名字 給他 他說 這是怎麼了 他說 這就是... 鼻子 鼻... 鼻科的意思 鼻科的意思 對啊 怎麼會不臭 因為... 我說因為那個人 他覺得... 他的鼻子有問題啊 但是他已經奇怪了 所以他的鼻子都壞掉了 他以為是聲音不會臭 他自己說不臭 放鼻子的問題是臭 對 他說你要去看鼻科 很臭 很臭你竟然不知道 那個是高明阿倫我們聽不懂 這個笑話 抱歉 阿倫 這個笑話真的 抱歉 抱歉 太難了 這個笑話不容易 想必這個笑話講完 你先生還是... 對 你兩個都不會笑 對 因為...好不好 再給我白酒好不好 對 聽不懂 對啊 這個也丟給我一個難題 因為... Nose Doctor 中文人講我不會 那做女人更尷尬了 很糗了 那香妮呢 這個是我老爸有一點 你知道嗎 因為為什麼 你老爸什麼 我老爸 對我老公有一點 長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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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長忍 長忍 真的不會傳 你不會罵口罵 長忍 來...握手 長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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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 大家要看我老公 比如說有... 因為我比我老公高 對不對 大家要看我老公 能不能保護我 對 結果我... 因為我爸當警察嘛 所以說他們... 警察局裡面有那個 我老爸都是教練 都是教... 叫... 全級的 全級的 對 所以說有一天 我爸跟我老公講說 去哪邊玩 結果... 但是我爸的目的是 要看我老公 看都厲害嘛 但是... 當然啊 不是我老爸的對手嘛 好 結果那天去的時候 他們... 我老爸都是有教他基本的 就是說 你就是... 我... 我不會... 你... 沒關係這個時候 找伊朗人 國家單位 對... 來... 這是一個基本的 你等一下 我... 我出來跟你... 給你看一下 基本的就是 比如說... 就爸爸會BOXING這樣 對 你是我老公 比如說基本都是 那你是你爸爸 我是我爸 好,來 比如說基本的話 你就是... 你打不到... 打不到我的話 你就是要先保護自己 要打,對 保護自己嘛 對 但是你的身體 一直要動 一直這樣子 一直咬啊 一直咬啊,對不對 對 結果我老公是在咬 在叫一定很累啦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大家想要打我爸的時候 因為我老公... 我老爸跟他講說 好,你打我 我是老公要打你爸 對 結果我傻呢 老公摔下去了 我老公摔下去了 因為你結果運動 太爛了 你老公好遜喔 摔下去 因為那個牙袋那個... 牙套 牙套 保護牙齒 你是嘴巴要比起來 咬的 我老公嘴巴開 哇,那嚴重了 但是甩下來 還沒有被打到就甩下去嘛 流血了 結果我跟我老爸講說 好啦,爸 不要再這樣玩啦 後來 好,那一個... 我老公都是... 是打不到我爸 當時有那個心... 刺激跟我老爸玩啦 他說幾保護我嘛 還有第二次就是... 我爸 我哥 還有我... 我老爸同事的女兒嘛 都是... 也好啦 晚上帶我老公去... 夜店啦 泡妹妹嘛 這麼開明 對 考驗... 對,考驗他會不會化心啊 對不對 結果好,他們三個人去嘛 三個人去的時候 等於我那個... 我老爸同事的女兒來嘛 都是... 開始跟待會兒... 喝酒聊天啊 結果後來... 那個女生假裝喝醉啦 假裝喝醉 對 勾引你先生 對 我爸跟我哥也是假裝暈啦 對 後來... 到那個時候 時間差不多到啦 該回家啦 結果那個女孩子 一直一直在我... 我老公旁邊 好,我很累啦 我很累 這樣子想要回去啦 結果我老爸說 好啦好啦 先... 送他回去嘛 好 結果他們四個人坐車嘛 結果我老爸說 你... 背他上去好了啦 因為... 女孩子喝醉啦 但是我爸給我哥才... 你看多久嘛 好,會不會... 會不會... 時間多久 對啊,會不會... 會不會像老鬼還是幹嘛 對不對 結果後來... 我爸沒有想到說 我老公說啦 怎麼了... 那個女孩子... 一邊... 一邊來衣服,你知道嗎 一邊來衣服 好像連點點好像... 搞不好已經做完了 好像連... 點點... 很快啦 很快 很快 就是很快啊 很快 他很快啦 多快啊 是一個考驗 就是他先生就馬上跑下來就對了 對 不錯了啦 謝謝... 謝謝 其實... 在我們台灣人來考驗 好幾項考驗是躲不掉的 比如說喝酒 喝酒,酒醉之後 他的真性情都出來了 酒品 對不對 沒錯 還有一個會帶人家打麻將 排品 沒錯 打麻將打的那個是隱藏不了的 真的 你知道嗎 阿里克森打撲克牌知道嗎 對 有人脾氣就出來了 跟平常完全不一樣 沒錯 所以以前丈母娘怎麼測試女婿 都是有打牌 打麻將 喝酒、吃飯 還有你說你不抽菸不喝酒 你隱瞞不了的 你菸會有菸癮 酒會有酒癮的 那是躲不掉的 你的本性馬上就出來 沒錯 所以在飯局上 或者是牌局上面 很能夠測試 這個未來的女婿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這是我們測試的方法 好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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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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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吧